近年西方學術界興起有關民主退潮、民主危機的討論 很多政治學者看到歐美、印度、土耳其、南美等民主國家出現政治兩極化 一些一直被認為是民主制度基石的建制 例如大眾對自由主流媒體的信賴、法治等 都在兩極化政治下受到動搖 一些學者將民主危機歸咎於社交媒體的崛起 大眾消費資訊的方式改變 在社交媒體形成自說自話的小泡沫和平衡時空 而這些社交媒體中的民意小眾化、碎片化和極端化 又被威權國家例如中俄承虛而入 通過假帳號在社交媒體散布極端意見和假消息 令民眾對民主政治過程和自由媒體失去信心 加劇本來已經存在的公共空間分裂 而另一些學者就將民主危機的原因 追溯到近30年的全球經濟整合 令發達國家中的中產階級和底層 失去穩定收入和社會上流的機會 普羅大眾多數人發現自己的生活一代比一代差 於是對於造成這種全球化現狀的民主過程 以及裡面帶動全球化的政治人物失去信心 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下 社會和政治出現什麼危機 大家都能夠及時拿出來公開討論 尋找解決的方法 在討論和穩約方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不同意見之間的激烈辯論 這個過程雖然看起來不和諧 好像在爭吵一樣 令人覺得是民主制度的缺點 但其實也是民主制度的優點 在現代民主制度出現了200年以來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各種民主、自由、法治的基石 就在一波一波的危機和辯論中發展起來 政治學者和歷史學者一直告訴我們 民主自由的體制並不是一旦生就以今天的面貌出現 是經歷了100多年的演化 在面對新的挑戰的時候 仍然不斷地自我、完善、演化 至今未止 來如今日大家公認是民主體制 必不可小的高於任何特定領袖和政治人物 作為人民契約的憲法 最早出現於18世紀末的美國和波蘭 再慢慢普及其他國家 選票不記名的選舉 最早出現於19世紀中的澳洲 投票權普及沒有財產的民眾 最早出現於19世紀的瑞士、阿根廷和美國 女性投票權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澳洲和紐西蘭 小數族群獲得投票權 最早出現於19世紀末的紐西蘭 以上種種 今天被接受為民主體制必備的標準 都是首先在較邊除的地區被先行者試驗 再被推廣到老牌民主國家 再騙及到整個民主世界 這些實驗到今天還未停止 例如在不少拉美國家為回應民選代議事 在沒有選舉時變得離地甚至腐化的問題 在最近20年出現了不少審議式民主的實驗 讓地方民眾直接參與地方預算制定 這種審議式民主的實踐 在很多拉美城市獲得成功和肯定之後 現在已經開始在北美城市和亞洲民主國家 來台灣的地方政府施行 民主不是一個封閉的公式 有著不斷改進的開放性 正因為這種開放性 民主國家和民主體制 重視不時遇到一些困難和危機 但長遠來說都能克服 而且變得更有活力 過去200年 人類社會的民主體制 有時遇到暫時的推潮 但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看 民主總是在不斷擴張和強化 在一些國家極力抵擋民主潮流的權貴 總中二一看到民主社會一時的危機 就會乘機宣稱民主帶來混亂 不適合本國 這種民主治亂的論調和民主不適合我國國情的論調 不是今天才有的 它的歷史和民主制度的歷史一樣長 下星期我將會和大家回顧這種論調的歷史 看看這種論調的種族主義根源 我是恐高峰 多謝大家收聽 下星期再見 拜拜